再来关注到的是作为全球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 香港不但是金融服务的首选地点 也是许多金融机构的所在地 香港金融市场在有效透明 以及符合国际标准的监管下运作 备受外资企业的信赖 新展银行香港有限公司行政总裁庞华一他认为 香港回归以来虽然面临着不少的内外挑战 但也展现出强大的经济韧性 来看到我看香港外国人视角下的香港系列报道 香港为亚洲的中心地带与内地紧密融合并接通世界各地 既是国际金融中心 也是连接国家与世界的重要桥梁 香港拥有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 健全的法律制度 一应俱全的金融产品 这些独特的条件都是香港备受跨国企业侵奈 也吸引了大量金融人才汇聚 目前在香港有超过27万人从事金融业 作为国际银行中心 全球首亿百大银行中有超过70家在香港营业 超过29家跨国银行在香港设置地区总部 新展银行香港有限公司行政总裁唐华益认为 香港自回归以来 虽一直面临着外部与内部的各项挑战 但在各种危机之中都展现出强大的经济韧性 这些两年来的疫情 已经展示了细节 的经济 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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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很困难的期间 这些细节 的能力 的细节 例 的 的 新展银行香港行政总裁认为 新加坡与香港在金融行业方面各有优势 可以在多个方面实现优势互补 他表示来自东盟国家的投资者 想要到中国内地投资 可以以香港作为桥梁 同样新加坡也扮演着连接东盟国家 与中国内地投资者之间的 类似的桥梁作用 It complements, for example, the fact that Singapore is a very important financial center for ASEAN. There are important flows of capital that comes from India and from all the other ASEAN countries, as well as Singapore, that are looking to invest in China, for example. Those flows come to Hong Kong to go to China. Likewise, Chinese investors, mainland Chinese investors that want to move abroad and look at ASEAN a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investment, they go through Hong Kong and then Hong Kong connects to Singapore. So this type of important connections is something that complement each other. 回归25年以来,有不少和旁华裔有着相似经历的外资银行家来到香港 每天穿梭于中环,继续在香港这座城市探寻机会 实现他们关于金融的愿景 香港背靠国家以及面向全球 相信有国家的支撑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将会更加牢固 跨国企业对香港的未来持乐观态度 而他们对香港的未来也充满信心 风凰卫视卢锡文香港报道